含涉到事實 含涉到年輕的這個例子裡面 沒有關係啊 可能一般公法上面的東西 楊院長專精說法 可能比較沒有接觸 我就請教您專精說法的事情 來 楊院長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法官4至318號解釋 主要的意志是什麼 對不起 318是 講來 是關於那個夫妻合併申報的一個問題 是 來 您專心說法 跟全體國人稍微解釋一下 318號解釋 是在處理什麼樣子的狀況 就是說 關於我們綜合所得稅 他是採那個加護申報制 所以原則上應該是目前的 原來的規範是說要合併申報 那合併申報呢 因為夫妻的所得 如果合併申報一定會造成 我們綜合所得稅是採所謂的累進稅率喔 所以會造成稅率的一個提高 所以變成反而有一點形成 好像是一個婚姻的一個懲罰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現象存在 那所以就會一直有這樣的一個事件案發生 就是說夫妻到底要不要 這我瞭解喔 問題你們 您已經描述了嘛 針對你剛剛所描述的問題 我們採取加護申報制 要求合併申報 因此 所得稅法採取累進稅率 會用到比較高的急劇 現象已經描述完了 好 318 4-318 針對您剛剛所描述的法律規範現狀 他講了什麼事情 他是說那個會跟租稅公平原則有所不符 那所以說要主管機關呢 要斟酌相關法律跟社會的經濟情況要去做檢討改進 楊院長 針對稅法很熟的行政法院法官喔 318 就講兩件事嘛 第一件事情 合併申報 沒有違憲 重點是合併申報以後的法律效果 318他做了一個警告 他說如果 合併申報以後 合併科稅 合併申報的配偶 跟單獨申報 單獨寄稅 會增加賦稅額 就跟租稅公平原則有所不符 這個是318的兩個重點 合併申報 沒有問題 合併申報以後 合併繳納稅 如果比分開單獨要多的話 這樣不行 這個是318所講的 好 但是我困惑的事情啊 就在於什麼 我困惑的事情就在於說 318解釋已經解釋這麼清楚了 這個是在1993年啊 所做的解釋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1年度檢制第308號判決 他繼續講什麼 他繼續講說 欸 合併申報 合併繳納 這個是我們在國家的法律上面的規範 那為了賦稅上面激增的便利性 那我們採取加護的合併申報 合併繳納 這個沒有問題 那同時呢 針對有關於夫妻分居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財政部 76年3月4號財稅制第75141946號韓式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因此 這個樣子 所以 在這個判決裡面 判決納稅義務人敗訴 楊院長 贊成這個判決嗎 這個是在4-318號以後所做的判決 看不太清楚 這個判決喔 不是合併制啊 這個判決因為是簡字號 所以是獨任制啊 那位獨任法官正是您 我看了這個判決了以後 我就非常的不知道該如何形容 說 欸 4-318已經寫在那邊了 然後你繼續用財政部 以前那些行政稅官的概念 我就是要你合併申報 合併繳納啊 人民挑戰說 你沒有法律授權依據 分居的時候要怎麼處理 我們的稅官就拿出了他們的行政函視 剛剛我在請教你 法律保留了原則的時候 你也講得很好啊 應該用法律處理的 不應該用行政函視的方式來加以處理 說的都很好啊 那問題是什麼 落實到具體個案的時候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啊 落實到具體個案的時候 你反映出來的就是 完全按照財政部國稅局他們的說法 完全按照財政部便宜行事的方式啊 用行政函視的方式 就作為您在這個獨任法官 做出對納稅義務人 不立得判決的基礎啊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謝謝那個委員的指證喔 這個判決呢 因為我全文我不太記得 但是如果剛剛委員所講的喔 他應該 我應該要重簡要處理所謂的分居的狀態喔 那因為分居原則上 婚姻關係還是在存續當中 所以呢 既然分居還是在婚姻存續當中呢 所以他還是應該要適用那個家戶的一個申報的制度 只是在分居的狀態之下 那彼此之間怎麼去計算他的所得 或者是可不可以分開 沒關係啊 我們講的更具體一點啊 現在您當初判決所援引的 財政部76年3月4號台財稅至751946號韓氏 就是在處理您剛講的分居嘛 那這樣子的行政韓氏所採取的法律見解 您現在認不認同 應該這樣講喔 這個 因為他現在應該是當時的狀態下 跟現在的狀態下 可能很多的背景的譬如大觀解釋 背景的法律規定都做了一些修正 沒關係啊 現在這個韓氏 您當初判決所援引的這個韓氏所抱持的法律見解 您現在還認不認同 我想我要再思考一下這個韓氏的內容是什麼樣 我現在還要想 這個有需要再思考嗎 不是 這個韓氏的內容我要再思考 但是如果說從 就是說加護申報跟所謂的平等負擔 量能克正的一個稅圈的這一塊 那我覺得當時這個理論我可以覺得可以再去 真的可以再想一想這個 楊院長 我再跟您報告一下 這不是只是一個單純的韓氏 這也不是只是一個單純的理論 我今天在質詢台上面問一個院長 某一個財政部的韓氏 不知道背景脈絡的人 一定會覺得我對您太嚴苛 但是我為什麼挑這個問題出來問 而且我為什麼認為您是在行政法院裡面的稅法專家 一定知道這件事情 理由很簡單 因為這個韓氏 就在接下來市制696號解釋 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了 這個韓氏在696號解釋 就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了 大法官宣告違憲的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 非薪資所得的部分 要求配偶合併申報 導致他們的稅會增加 這個是違憲的 其實696啊 根本不用再講一次 我為什麼這樣講 318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為什麼318講得很清楚 696還要再做一次視線 就是因為從318做成 到696號解釋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當中啊 我們一堆法官讀不懂 4至318號的解釋意志 還是繼續的 默示大法官 做出來解釋所宣示的憲法意志 繼續的 閉著眼睛 沒有看到318 只看到什麼 只看到我們國稅局的行政函事 這真是人民的痛苦啊 這是為什麼現在 有關於納稅者全力保護的運動 一波又一波的起來 因為納稅者沒有辦法理解 憲法上的價值講得這麼清楚 大法官也講了 結果呢 我們行政系統 負責處理稅務案件行政系統的法官們 大家眼睛看到的還是只有什麼 還是只有財政部的函視 就如同您 當初 在做這個判決的時候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如果 今天我做一個法官 我做一個判決 我引一個行政機關的行政函事 判人民敗訴 判人民敗訴喔 這個判決一確定 沒有救濟的可能性 我事後發現 我所引的那個行政函事 竟然被我們的大法官 直接宣告違憲 而且違憲還不是什麼大道理 不用去引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不用去引美國聯邦憲法法院 違憲的理由很清楚啊 就是不用懂階層化的法律保留原則 你只要懂一般的法律保留原則的人都知道 你們不能這樣子幹 用行政函事的方式 去限制去剝奪人民的財產權 去要人民給付更高的賦稅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我如果當初在做裁判的時候 我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沒有憲法意識 我犯了這個錯 接下來大法官解釋做出來的時候 我心裡會很難過 我永遠會記得這件事啊 因為這代表了什麼 代表著我當初在做判決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這個意思 而被我傷害的人 院長 我這樣說你能認同嗎 我很認同啊 而且很感謝委員的一些指教 對於所有的人民來講 我不知道 楊院長您會不會順利通過審查 這個我不知道 那當然從我自己 拜讀您的著作跟詢答的過程 我自己心裡有我一把尺 其他的委員有他們的尺 立法院是合一制 我必須要尊重 但是我要利用這個機會 拜託院長把我今天跟你講的話 帶回去給所有行政法院的法官分享 這件事情很重要 人民給你們全 謝謝黃委員 謝謝貝提兵人 下一位我們請成委員一名 詢問 謝謝貝提典